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UR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邓碧云的戏剧人生 邓碧云就和很多其他粤剧演员一样 除了演粤剧,也参与了电影制作 邓碧云曾经拍摄过近百部电影 当中大部份都是一些戏曲片 间中也会拍时装片 在很多电影里,邓碧云都将万能形象搬上幕前 很多时在一部片中,他同时客串生角和蛋角 他亦会有演大家龟兽,另外也善演一些刁蚓撲辣的角色 而另一方面,一些慈母的角色,他亦都相当升任 另外也演过一些孝顺仔的角色 所以他是相当万能的,除了演花弹角色之外 亦都可以演文武生角色 总之邓碧云就将他在粤剧历史上 一个万能的角色,一样搬到电影文幕上 在这里,邓碧云的遗人也同样避受赞扬 第一,他不吃烟,二,他生活相当正常 他性格爽朗热成,落于助忍 而且他社交生活相当活跃 所以他人缘非常好,很多人都喜欢和他做朋友 此外,邓碧云也落于提点的后辈 他在电视圈做了十多年 亦都受尽了在电视台里面一些后辈的爱戴 在电视台里面,譬如一些电视演员 好像沈殿霞肥肥那样 亦都是非常赞美大碧姐的遗人 赞鄧碧云相当容易相处和好人 鄧碧云对于扶植粤剧的新人 是相当积极的,大家都有目共睹 譬如说,现在仍然活跃于香港粤剧界 很多大老官,包括阮兆辉 文千岁、尹飞燕、梁汉威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邓碧云的《碧云天班》出身的 邓碧云虽然本身没有正式收过一些入门的弟子 但是,他就在班里面 非常落于教导后辈的 所以,粤剧界里面很多人都曾经受过他的教导 譬如说,陈嘉明、黄昭群等等 都曾经受过邓碧云的教导 譬如说,陈嘉明自幼学戏 自小开始就已经在邓碧云的《碧云天》下班了 跟着邓碧云走浮,所以他长期追随邓碧云演出 陈嘉明最初就学习文武生的行当 在七十年代的末期,陈嘉明就参加《碧云》粤剧团 跟罗家英做罗家英的父居 后来就因为人手调动的问题 陈嘉明就需要改行当,改演《花旦》 他当时也参演了很多中型班和大型班的演出 就出任《二邦花旦》 间中也会出任《正印花旦》 陈嘉明也很喜欢提点一些后辈 经常帮助新人演出 他已经是香港不可多得 功力深厚的大老观 到现在来说 陈嘉明能闻能武,能生能胆 功架也相当有道 所以他是一个粤剧难得的人才 他也是相当有好师傅邓碧云的风范 而另一个跟随邓碧云出身的就是王超群 王超群的出身跟陈嘉明差不多 都是在碧云天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只不过王超群在七十年开始 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长期在《星马》那里演出 很少在香港那里演出 其他的还有新劍郎 陈劍星等等 都是好像王超群那样 经常在《星马大》那里演出这些街起 一路到九零年代 一路到九零年代 《星马》那里的粤剧色味 王超群他们就开始回来香港发展 慢慢也成为香港的著名演员 比如说《冠群天》、《千群》等等这些剧团 都是由他们负责担光演出的 另外也有一个唱家班 陈慧思 也曾经受过邓碧云的指点和教导的 你也可以说是《施承邓碧云》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邓碧云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安亚链频道 好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邓碧云的戏剧人生 好 拜拜